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梁梦依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N2本堡书经济词汇经讲的第16单元的练习 1番 交通事故的損害は弁護士に任せるべきだ 任せる 誰々に任せる 交警是谁 那后面用的句型是 1番 唸成 排除 排除 排除意思是排除 用番 拜拜 也是唸成一行的 是买卖的意思 这两个都是一只一行 那么第二个赔偿念什么呢 念成 排除 是念零行 排除 三番 也是念成零行的 所以我们这四个词其实不用我多说 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道题目的真正答案应该选择 应该选择 赔偿 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呢 应该交给律师去处理 2番 彼女は他人の気持ちに対する 何々が足りない 足りない 不足 1番 考虑 考虑变成 考虑 考虑する 2番 気配 気配是情形 秒头的意思 3番 害流 害流是关怀 关怀照顾 叫做害流 用吗 担心 心怀 心怀 好 所以呢 1 2 3 4 我们从中选出正确的 应该选择 他这个人呢 对于其他人的心情的一种关心啊 是不足的 也就是他们不太会为别人着想 3番 练习的意思啊 是劳动者和雇佣者的意思 劳士の何々役を 役をうまく努めて 努めてくれるはず啊 1番 パス パス其实也是通过的意思 就今回の試験にパスした 通过的这次的考试 今回の試験に合格したと 同じに 2番 パイプ パイプ呢 是导管的意思 那么其实呢 他引申出来的意思啊 还有疏通 也就是 给两方 起疏通意见作用的人 叫做パイプ 3番 パイロット パイロット 飞行员 4番 パターン パターン是 一个样式 样式 パターン或者模範的意思 所以这里呢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パイプ 对吧 パイプ ベテラン 也就是プロ プロ プロ 专家 老手 因为ササキさん啊 他已经是做过 很多这样的工作了 他是一个老手 这方面工作的老手 如果是他的话 我相信 他一定能够把 雇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 一个意见啊 疏通的非常的好 他一定能够胜任 这个任务的 胜任这项工作的 2番 4番 経済の開発とともに 自然が 進んでいる とともに 也就是 と同時にです と同時に 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呢 自然的破坏 对吧 也在不断的 不断的 发展 当中 也在 不断的 更加严峻当中 自然破坏 选择的应该是3 1个 废纸 名称 開始 開始 1番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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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番 破产 是碎片 所以呢 破产自然 这种现象 连起来 自然破坏 自然破坏 就言 5番 イベントはもう 終わったから 貼ってあるポスターを 全部 ください 因为这个活动 已经完全 结束了 所以 张贴在上面的 ポスター 海报 全部给它 接下来 撕下来 那么我们 分别来看一下 1和2 这两个字 长得很像 汉字呢 写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意思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 第一个原型呢 其实应该是 HA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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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的意思是吧 是撕掉的意思 把它擦掉 撕掉 第二 HAGASHITE HAGASHITE HAGASU 还是一个自动 他动词形式 他偏向的含义呢 是把它接下来 撕下来的意思 3番 HANASU HANASU HANASU呢 其实 它也是他动词形式 是表示 使日分开 使日离开的意思 比如说 我跟你说 那个烟花大会里面 很多很多人 你千万不要放开 你女儿 猜猜子的手 NANAKO-CHAAN-TO-TEE-WO HANASAN-I-DE-KUDASAY TEE-WO-HANASAN-I-DE-KUDASAY 不要放开手 我要放开他的手 不然就走丢了 HANASU 那么它的自动词形式呢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HAANA RERU 自动词形式 比如说 理开故乡 FURIZOTO HANARERU 这个O呢 表示 经过了品货场所 对用O 自动词形式的情况之后 这一种啊 四番 除去的意思 比如说 我觉得这段工作呢 如果不是他做的话 就没有人比他更胜任了 所以到底我们应该选择 二 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接下来 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完全结束了 所以呢我们把 张贴在 张贴在上面的海报 全部撕下来吧 六番 这个字变成 雑官にして 国家 の 反映を ねばならない 要将各种各样的产业呢 都发展兴盛 必须要 试图使得国家 更加繁荣常盛 一番 測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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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測る 我想应该是这个词吧 測る 它是试图 做某件事情 一番 上がる 那上がる呢 一般我们是 采用 自动自行式 但是它也有 它动自行式 所以它是一个 自他动自行式 自他动自行式 那么这个上がる 我们平时用在哪里呢 比如说 雨停了 可以用上がる吗 可以的 雨が上がりました 雨停了 其实它就相当于 雨が やんだ 还有什么时候 我们会有上がる呢 比如说 日本人家门口 有人来了 对吧 那么它首先会说 请请请请 你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那这个时候呢 它不太会说 どうぞ入ってください 因为它不太会这么说 它会这样说一句 どうぞお上がりください どうぞお上がりください 这个上がる 也就是 跨上来的这个动作 可能门口玄关这里呢 有个台阶 所以它们习惯呢 后来习惯 有没有台阶 都没有关系 どうしよう どうぞお上がりください 请进吧 就用这个词 上がる 还有呢 我们在走楼梯的时候 爬楼梯 可以用 かいだんをのぼる 也可以用 かいだんをあがる かいだんをあがる 腕が上がりました 腕が上がる 腕が上がりました 上面又掌本尸了 又掌本尸了 自動自身 等等 三番 怒ら 我们还原一下 应该是这两个动作 首先是 发生的 起こる 也有可能是 发怒的 起こる 这两个 这有可能 四番 かざら 还原一下 中式 中式 かざる かざる 那所以 中式的物品 叫做 かざりもの かざりもの 也可以解释成 花瓶 装饰物 かざりもの 那一二三四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选择的是 一吧 一 我们呢 应该是 各种各样的产业呢 都得到 新盛的发展 使得国家 试图把国家建设的 更加 繁荣常识 七番 あぶらっこいものは みるだけで 何々がする 就是油腻腻的东西啊 光光是看到 都觉得 一番 眠気 眠気 睡意 二番 吐き気 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三番 いろけ いろけ 其实解释成 情趣 风趣 情趣 风趣 比如说 我说 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いろけがない 女 いろけがない 女 那么有可能是 怎么样 那个女子呢 她 结婚之后呢 就不爱打扮了 对吧 一直素颜 也不爱打扮 不爱导致自己 所以呢 就是导致 就有种 黄脸婆的感觉了 いろけがない 没有那种 女人味 用吧 寒気 所以我听了 这个故事之后啊 不寒而已 听了这件事之后啊 我觉得非常的害怕 毛骨悚然 有一阵 背脊上 一阵 一阵寒冷的感觉 寒気がする 寒気がする 所以这里呢 其实应该是 吐き気 呕吐 这种油腻的东西 我光光看一看 不吃不尝 我就觉得 想呕 做呕 八番 子供達は先生の質問に 何々と元気よく答えている 一番 イライラ イライラ呢 是指非常焦躁的 心情非常焦躁的 比如说 嗯 这个车啊 なかなか来ないので バスがなかなか来ないので イライラする 这个车啊 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还不来 到底是怎么了 我人心情啊 非常的急躁 非常焦躁 二番 うどうどする うどうど 是指 徘徊 到处徘徊 三番 吐き吐きする 吐き吐きと 答えている 就是孩子们呢 他们对于老师的问题啊 回答得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流离 非常的快 而且呢 回答的时候啊 既 热情 元気 茫茫 非常的热情 那种样子 精神的样子 也非常的快速的 回答老师的问题 四番 ときどき ときどき 其实就相当于 三番 就是有时候 就这样的题目 正しい答えは 三番になります はい 九番 三番 三番 無職だが 他们虽然是 没有职业的 但是呢 により 我们在二集当中呢 如果看到 によって により的话 可以解释成 一个是 由 由于 根据 通过 这四个意思 所以这里呢 我想 由 由于 根据通过 应该选择的是 由于 他却由于 父母亲的死 而继承了一笔 巨大的遗产 财産を 受け継承了一笔 巨大的 庞大的遗产 一番 伟大念成 いだ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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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 如果把 拙音点点 点点 拿掉 きょったい きょったい 它是 写成什么汉字呢 きょったい きょったい 从字面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这个人呢 只有150公分 却 有500星的重量 这么庞大的一个身躯 这个身躯 庞大的身躯 就叫做 きょったい 三番 ばくだい ばくだい 巨大的 特别用来形容 数字方面 比如说 遗产啊 等等 4番 扩大 名称 かくだ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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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提姆 应该选 我刚刚说了 ただし ごたえは さんばん になりますね さんばん 他虽然 没有職业 却由于 父母亲的死 而继承了 一笔 ばくだいな いさん ばくだいな ざいさん 继承了 一笔 巨大的遺産 10番 20世紀において 地球上の人口は 何々に增加した 在20世紀的时候 において において 在20世紀的时候 地球上的人口 得到了 飞跃的增长 一番 ばつた取料 我们 一番 炸弹 叫做 爆弹 一番 爆发性的 爆发性的 爆発的 三番 如果光悲剧的话 念成 悲劇性的 念起来 念成 悲劇的 否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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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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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く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い 主張君も 应该选择的是 2番 正しい答えは 2番になりますね 2番 2番 在20世紀的时候 地球上的人口 得到了 飞跃性的增长 11番 三里映画 アバターは 大変な 何々があった 1番 ポリ 念成 迫力 迫力 ポリ 2番 压力 压力 念成 圧力 圧力 其中注意一下 压力的压 和我们中文漢字呢 区别就在于这一点 日文漢字是没有点的 3番 気力 気力 是精力 精神 4番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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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 1 2 3 4 应该选择哪个 学校呢 这3D电影 アバター呢 有着非常大的一种 震撼力 震撼力 应该选择 迫力 努力 震撼力 12番 仕事の何々具合はいかがですか 具合情况 我们从原文的意思当中 可以明白到 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说 工作的 工作的一个进展状况 怎么样啊 进展 可以用 運び 運び 进展 一番 励み 其实呢 它是来自于 动词的励み 这动词形式 是努力 比如说 努力于学习 勉強に励む 努力于工作 仕事に励む 它的 它动词形式 鼓励 是念成 励ます 励ます 它怎么是以 mas 形出现的 其实不是的 它正好是 以私结尾前面的假名诗 但是不是mas 形 而是动词原形 如果改成mas 形的话 这个动词应该是 励ます 励ます 但上面是努力的意思 下面呢是鼓励的意思 比如说 被朋友鼓励 友達に励ます 励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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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番 歩み 其实它也是来自于 一个动词 む 歩む 歩む 是走路的意思 走路的意思 这个走路和歩く 有什么区别呢 歩く其实是 现实具体的动作 走路 比如说从家走到超市 我们用歩く 但是歩む呢 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今后 结婚以后啊 就要共步人生路了 共同漫步人生的道路 走向幸福 这个走 行走 就叫做歩む 歩む 那么如果出现在 日本人名字当中呢 一般不会出现歩く 一般是出现歩む 比如说 日本有个歌手叫 兵棋部嘛 兵棋部就是 取了歩み 而不是歩き 叫做浜崎歩み 用吧 哈达gi 哈达gi呢 其实写 哈达是肌肤 gi呢 是穿着的着 哈达gi 贴着肌肤穿的 内衣叫做哈达gi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比如说 泳装 泳衣 就是在水里面穿的 什么意思呢 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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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说 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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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呢 就是平时穿的修行装 叫做富丹 富丹 平时穿的服装叫做富丹 那么有时候呢 比如说 撤到勤检之后啊 他说 这个舞会呢 一定要盛装出席的 这个活动 一定要盛装出席的 就是要以非常正式的 华丽的服装 去出席的 这种服装叫做 哈礼衣 哈礼衣 盛装 叫正式的服装 华丽的服装 再补充一个 下着 下着 下着呢 是指下身的内衣 叫做下着 好 所以这道题目呢 应该选择 一方 工作的进展情况 如何 怎么样了 好 那这部分练习的说明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啊